今天主要題目就是 在數位時代找回調控率有幸福感 為什麼要說這個呢 就是說 這次黑客松 自己之前比較少接觸到工程師 大家比較常用電腦 多少應該有一點感覺就是說 不管是數位時代的生活步驟 不管是在用電腦的 身體上面的步驟 可能大家工作的時間都是比較長的 然後用電腦的一些知識 然後感覺就是很容易一做事情 就是投入可能一做就是做八九個小時 然後整個身體可能有時候會比較容易 會有一些狀況會出來 然後慢慢的其實 特別是在疫情之後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的3C產品或者是整個網路的連結 感覺更更好的時候 其實大家心裡的互調可以在 我們現在目前比較常在大學這邊的看法 但就是會發現大家會比較容易 會有很多的焦慮啊 憂慮的情況會發生 就會很容易會沉溺在 跟自己的3C的產品 尤其是手機啊電腦就是很難去分離 那其實這樣子沒有感覺這件事情 其實可能是未來我們數位時代的一個 潛在的身心問題的一個比較 大家可能之後可以慢慢去注意的一個問題 因為像這種數位時代越來越發達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其實有它的好處 但是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 因為這些手機啊或者是電腦 它的外在的刺激是非常的強烈 而且吸引人的 那有些時候 像可能在場的各位我在想應該都是還蠻不錯的 但是可能有慢慢的有一大批的年輕人 它們可能在一些感覺上面 像我們今天昨天這樣出去走山野啊 或者是去看機 或者是去彩蛋 這些都是一種感覺 可是在我們的數位時代 慢慢的這些3C產品 越來越膨脹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感覺不會流失掉 但這些感覺非常的重要 因為它很多時候感覺是建構我們 身心健康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所以慢慢的大家可能會因為 比較常接觸網路上面的東西 或者是3C產品 會慢慢失去這個感覺 那這可能是未來 數位時代一個需要關注的一個身心的問題 那今天是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就是練習是 身心中走覺察練習 然後這個東西是 我們台大心理系的一個教授 叫做聯友教授的實驗室 所發展出來的一套練習 然後它是一個 東亞傳統的一個身心的練習 然後我們去結合心理學的 科學實證的研究 然後所發展出來的一個 身心的復原跟提升的課程 那簡單來說就是我們 這套練習它其實會帶很多的身體的活動 然後讓大家慢慢的去覺察自己的身體 去感受自己的身體 然後去學習怎麼樣自己自我放鬆身體 然後去覺察把自己的心思放回到身體上面 好 那剛才說結合心理學研究 那其實我們大概也是累積了十年左右的研究的一個成果 然後目前就是發現說它是可以有效的幫助大家去因應自己的壓力 然後調控情緒 然後會比較能夠專注 甚至睡眠品質會比較好 因為現在真的蠻常會遇到很多的人會有的狀況就是失眠 然後很容易聽到的案例就是在睡前的時候會想要滑手機 然後滑手機一下子就會不小心花兩三個小時 然後造成自己失眠的狀況 然後這件事情會不斷的惡性循環 好 我還要花幾分鐘 還有三分鐘 還有三分鐘 好 那其實今天主要目的是要讓大家體驗 所以我講太久了 好 那等一下 因為今天場地的關係 所以不能體驗太多的東西 好 那就請大家先閉上眼睛 我們來呼吸一下 好 然後等一下我們要用一個鼻孔呼吸 所以 一個鼻孔 對 所以我們可以用手指我們先按住自己右邊的鼻孔 然後用左邊的鼻孔吸氣 對 慢慢的吸 好 眼睛閉起來是讓大家慢慢的回來去感受自己的身體 一直吸氣 然後吸飽之後兩隻鼻孔 就是手指按住兩邊的鼻孔 閉氣 三秒 然後再放掉另外一邊的鼻孔 用另外一邊的鼻孔吐氣 慢慢吐慢慢吐 吐乾淨之後我們再用同一邊的鼻孔再吸氣 好 吸到飽之後一樣 我們就把兩邊的鼻孔都按住 再閉氣一下 閉氣個三秒 然後再用另外一邊的鼻孔吐氣 好 這次吐氣我們慢慢的去感受一下自己的胸口 腹腔 隨著吐氣 肩膀也一起放下來 身體越來越重的放給地板 好 我們再用同一邊的鼻孔吸氣一下 就大概做個三分鐘 好 在這個過程中 大家會慢慢的去感受到 可能會有一些思緒會跑出來 那這都很正常 就有思緒跑出來 我們就再慢慢回到自己的吸氣吐氣上面就可以了 用單邊的鼻孔慢慢的吸 然後吸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到自己的 試著去感覺自己胸口跟腹腔 脹起來的感覺 好 我們再做最後一輪 好 大家就可以慢慢張開眼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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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樣做一做 會開始想睡覺的人 就代表 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今天的身體 其實蠻疲累的 因為 因為現在 剛才前面講說 我們就是無感這件事情 或者是 投注 投注在外面那件事情 其實是 是很容易發生 然後甚至我們不容易察覺到 所以自己真的到很累很累的狀況 很多時候 那很多時候就是 我們 要到 真的要垮掉的時候 才會發現 那 我們手教的東西就是 慢慢的把大家 對於身體的感覺慢慢的拉回來 然後 然後 是 是 讓大家自己可以慢慢的去自我調整 那 就不會說好像一下 有一件 就是馬上一下垮掉這樣子的狀況會發生 然後 也不會 所以 像現在大家好像覺得說 這就是一個放鬆 或者是一個讓自己睡覺 其實 其實 慢慢的調整 調整到最後 這就是 你在大學生上面 至少看到的是 他們的調控力 跟他們 去探索的能力 他們會 蠻快的就出現 好 好 好 那 有在那邊十分鐘嗎 我剛剛按了掌聲 好 我想說怎麼可以 好 今天大概就這樣 那其實我們還有很多的動作 今天 臉書啊 場地 就是先讓他體驗一下呼吸 好 謝謝